在湖南省长沙市的上麻原岭社区里 只要说找矮哥 大伙都知道是修鞋修锁的一把好手陈建华 这位身高只有101厘米的锈针鞋匠 不仅修东西手艺精湛 还收养了一名孤女 将他养育成人供他读书 今年53岁的陈建华修鞋配锁已有30年 身高一米出头的他人矮至高 换底上线 补包 修锁 配钥匙 换拉链 这些琐碎的手艺活他样样在行 附近的居民表示 陈建华不仅手艺好 做生意从不多收一分钱 有时甚至还要倒贴 这也逐渐成为他人品和手艺的双尿品牌 我们在这边上住了十多年的 反正家里有一些什么鞋子 发的呀都是找他修 我就感觉他的那个鞋子修得也特别好 价格也优费 有时候身上没有零钱 少一两块他说算了算了那不要 记者在现场看到 来找矮哥修东西的人络绎不绝 陈建华说 因为自己出生在乡乡农村 幼时患上了脊髓灰质炎 导致身体出现缺陷 长大后不能从事体力工作的他 开始从事修学生意 陈建华告诉记者 十九年前的一个晚上 一个出生仅十几天的女婴被放置在他家门前 看着墙包里的女婴 陈建华心想自己这条件结婚生育怕是一种奢望 有个孩子陪伴算是一种寄托 如今女儿已经长大 陈建华会经常给在外地上大学的他打电话 发短信 问问最近的情况 上马云岭社区党委书记徐顺告诉记者 因为社区内老人占比较多 2019年 上马云岭社区还组织了一场名为匠人街市的活动 集中了该社区内多位像陈建华这样的首艺人 为附近居民带来免费服务 就是把我们社区这些好人就是老江人聚集在我们社区的钱贫 就是提供一个方便的为居民提供一个方便的服务 就是这些比如说我们居在这里的那些 给他一个滑 那个修个鞋 还有那个高一锅 让他给他补一下 就是给居民群人带来一个便利 就是给居民群人带来一锅